中国人是光荣的事情 一个即将登陆火星的国家 一个即将登陆月球的国家 一个经济规模 世界第二 其实已经世界第一的国家 台湾教授直呼大陆实力太强 No.1 今天很清楚的知道 不管是美国和欧洲 目前的技术以及设备商 都无法提供5G技术的这个进展 他们要考虑到自己国家 在21世纪的通讯技术的基础建设的 发展建构上 它不能够落人于后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 所以英法德现在其实对于美国 是非常不满意 也不愿意完全的配合 经济跟技术的实力 才是中国大陆今天真正的底气 华为今天在5G技术的成就 甚至于在6G产业技术的发展 都是让美国现在心里面非常有顾忌 一个公益讲座吗 结果他们要拍一个视频 然后呢 那因为我还要准备那个 那个PowerPoint 然后我就说 他说 那个美人老师要对光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请那个 因为有个来接待我们的妹妹 对对对 他真的穿个球鞋牛仔裤 那个头发也是乱绑 我想说那他都给我倒茶水 应该可以叫他吧 对对对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请那个妹妹 坐在那边对光 好不好 我还有一点时间 我那个 然后那个妹妹也说 好啊 天天就蛮天才的这样 就坐在那边对光那样子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啊 对 好 我告诉你 结果呢 老板请吃饭 不是 原来他爷爷呢 拥有的商场呢 就从机场呢 那一排过去 真的 你不要看那个不吸引的总机小姐 他爸爸不晓得是谁 你知道吗 他爷爷不晓得是谁 高手在你间 对 你真的不要惹他 那我说的这个 帮我打光的这个女生呢 她才可爱了 她一个月 她现在是实习生 工读实习生 所以一天呢 只有30块人民币的一个 午餐费而已这样 对 那为了来做这个工作呢 她妈给她在对面 租了一个一个月 要一万五的房子 念书的时候 吃黑色臭豆腐 你哪来的 我说我台湾来的 她说 台湾来的 不用排队啊 就直接给我 一听说台湾来 全部我脸都转过来 就好像电影场景 你知道吗 脸全部转过来 说台湾啊 不用排 你先你先 那一刻那一刹呢 就是我讲 你真的知道说 其实我就是 开老的一个专家 要替北京 解放军总医院 一个将军开老 结果他在海南 用5G帮他开老 为什么4G不能开 因为那个荧幕有时候延迟 荧幕会延迟 然后他已经出血了 人家还不知道 所以5G是计时的 他就在3000公里 帮他远距开老成功了 所以那个距离 可是时间没有任何的延连 没有延连 完全是计时的 OK 没有5G才能做到 就第一个 第二个 只有5G医院 可以建大数据 你可以把所有的data 入境5G大数据里面 立即出来 这可以变成什么 将来电脑帮你看病 一般人的症状一进去 电脑就啪掉出来说 你是什么什么毛病 所以这应该5G加AI了 对第三个 你在家里面问诊 不必来这边 因为有5G了 你那一打开 两个人市区一来 啪一下 你的病例全部 这个新的机场 被称为是 世界七大奇迹榜首 那首先第一个概念是 通地一体化 它结合了地铁跟高铁在里面 它要让你做到 所谓的零换程 也就是 你在机场内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搭到高铁 可以搭到地铁 让你交通可以很方便 去做接驳 衔接 那另外一个是 它做了一个设计 长站的中心点 就变得到四方都有登机口 那从那个中心点到登机口 去大概是60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 那它就是要让你 不要走太久的时间 而且是放射状的 可以去疏散 就是说你的这个乘客 跟这个流量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设计 它投资了800亿人民币在里面 那它预计要设七条的跑道 然后它的规划 那大概是 等一下机场 七个跑道的机场 好像没有几个哦 没有没有 到现在没有 对 它现在是世界最大的 全球最大的航站的规划 那然后它的飞机起降量 是规划88万架 一年吗 一年哦 对 一年 然后一年呢 它的这个载客人次 估计大概是一亿人次左右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北京新机场的规划呢 它的规模 年年退步 不只是年年退步了 而且我觉得台湾根本就没有想要进步 对 因为像曾经我会觉得 我以前 我觉得十几年前 台湾是名列前茅 以前我回去大陆我会说 哎呀你知道台湾现在怎样 台湾怎么样 然后这个东西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我很自豪的 其实我现在回去讲不出来了 我现在回来变很土很土 而且台湾哈 这么多年也不会迷路 完全没必 你一眼望过去 只能看到101一个 101独立还是独立在那里 现在到处都是高楼林立 你看现在现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 应该大家都很不高兴 可是 这个他那个双十一的时候 之前要送多少现金出去啊 哇送好多 送好多点数出去 好多现金 鼓励你来消费 今年更可怕 今年已经是陆海通全部出动了 他觉得这样的行销还不够 电视上 北京卫视 浙江卫视 跟深圳卫视 同时转播购物节 今年的1111的视频 24小时不断的转播 再配合欠下200多个网红 在直播室 再跟着卖 等于是陆海公全傻下去了 今年这么晚 那可怕的是 他这些东西 基本上他有很多的促销方法 他不只是打五折 他可能说你那一天打五折之后 下一次你可以选任何 甚至要一有心虚或做 亏心事的时候 老婆在场的时候就会 老婆 我昨天有跟你讲 我很爱你是我真的 昨天看到你很可愛 很爱 昨天很爱 你到底有 你有用包到吗 因为昨天是双十一啦 所以我昨天不小心刷了 刷了快六万块的钱 難怪你 所以被他抓到 所以我只好说 老婆 我好爱你喔这样 他不是光棍 他是神棍 真的 他不是神棍都那么多 真的会有 没有 是在这个城市 这个三线城市叫合肥 你先不能讲到 它是三线城市 它是 可能是中国科技之都 科大它领航的几样技术 你看AI语音辨识 量子技术光这两样 这不就是我们连日在追踪 中国大陆的科技要超英赶美 官到超成美国 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吗 你总生命的周期来说 中国大陆可以创造至少 1000亿人民币的营收 全中国大陆 目前大概有44座核能发电厂 目前正在营运之中 然后他要兴建了 还有另外9座核能发电厂 所以他未来会变成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核能 有这么一个默契 我说接下来 现在我们不要说光从大陆赚那么多外汇 韩国 菲律宾 越南 也有跟大陆也会有飞航区的问题 如果今天大陆话这个 他们敢坑吗 不敢坑气 没有人敢坑气 就只有台湾在叫 那他大陆为什么让你叫呢 那就是因为大家自己的嘛 他承认这个海峡中间很荒谬的事情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找出一个妥协的办法 他今天就是在吃宠而交 为什么 大陆其实对我们呢 各方面都 我绝对可以讲一句话 是忍让 大陆是全世界对台湾最好的一个 他对我们考试因为 是对人民考试 他今天是不想 因为大家彼此是同胞的概念 他不想让大家心里越走越远 那他还是忍受 为什么 他不想让老百姓过不好的日子 所以大陆是用尽苦心 是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一点 别小瞧了大陆 因为第一个 他们这个产业上的生产上 学习非常快速 我们平常在台大的话 教学被人家劝告要 用合一 所学为所用 这一点的话 我在这边碰到 这一次碰到的所有人 他们不是清华毕业的 就是复旦毕业 要不然就是上海交大毕业的 就是说他们的学历 跟他们实际上的这个 生产能力是成正比的 学历越高 是能力越强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他们都国际化 视野非常好 大陆上的话 基本上有微信 可是我们这个 LINE当中的功能的话 跟微信一比较起来的话 差好多 因为他的这个微信本身 原来就我所知 也是抄袭这些的通讯软件 模仿或是学习的过程当中 它的超越部分 它超越涵盖了 有这个Facebook的功能 有涵盖了这个 ePay的功能 有涵盖了 这个软体的电玩的功能 它一个公司 比人家好多公司 一个小时600公里 超惊人的 这是在大陆青岛 他们推出的高速磁浮列车 一个小时是600公里 它这个提前亮相 它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我先讲 如果说从北京到上海的话 你现在这个高铁 高铁的话 它的这个时数是350公里 所以如果北京到上海的话 是要花5.5个小时 那如果是坐飞机的话 飞机是800到900公里 所以如果同样是北京到上海 是要4.5个小时 因为你必须还要这个 通关啊 报道啊 然后什么等等 对 还要起飞降落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做了这个 磁浮列车的话 大陆出口高达43.8% 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 大陆扩大对台湾采购 这证明大陆需要台湾 我认为这根本就是放屁 大陆固然对台湾让利 台湾在经贸方面少不了大陆 大陆也和台湾已经是一种水辱交融的 关系 到底谁依赖谁 去年的1月到11月 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占大陆全部 5.4%而已 台湾向大陆出口 出口总额的43.8% 这非常可怕 所以到底谁比较 依赖谁呢 割掉自己跟台湾往来的 那个5.4% 它一点不会痛 台湾割掉43.8% 那不是断手而已 是断手 No.9 全世界我认为这 很多的出来 为什么 它用国家的力量丢下去 你知道国核一号 多少个单位下去一起研究 几个单位 477个 你知道投入工程师有多少个人 是 2万6千个工程师 全世界有哪一家工程师 研究过核一号 可以丢2万6千名工程师下去 477个 只有大陆可以做 用国家的力量 啪做下去 国核一号做出来以后 你知道它有多厉害吗 Oh my God No.10 变成在定世界的标准 这以前是美国的事情 欧皇的专利 现在德国都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不跟美国合作了 所以台湾面临的问题 比这个严重太多了 这个场 从去年动工 每次一年两个月就完成了 真的 我在去年年初 我才听到南京 要他们的中央政策 南京变成一个半导体 还有物流的中心 郭台铭也在积极加入 后来再听说张忠美一下 没想到到今天已经要开始 完工要开始生产 一年两个月的速度 对商人而言时间就是前 刚才5G 我们现在用电 5G的标准是谁在定的 在松果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真的做了FAR 先生议值得到